这个freqocam有很多上手的项目 这些项目你到了之后 你可以进行一定的修改 不要照抄这些项目 传统的学校教育也是 学了一堆知识 我学一些医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到大姨的时候 我就一直很好奇 一直想问老师 学这个是干嘛的 因为老师基本上都是一些医院的 医生啊主任啊 至少一个副主任级别的 他会来授课嘛 那个时候他又会有很多病例 可是那个时候就很少有机会 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们 去医院看看他真实的病例 这也不太现实 因为一个班几十个人 如果没就这样也会打搅到病人 所以也不太现实 我到大学的时候 也学过一些周一的按摩课 然后拿一些假的按摩 还有针灸课 给自己扎拉揪 这个也不算挺上手的 但是呢 问题是就是不能拿它来治疗一些东西 能够解除一些问题 即便我会扎这些针灸 我也觉得好玩 但我不觉得 我学到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如果我学到那些东西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在前提下我学不进去了 这也是我在国内的 所谓的什么大小教育 学了学了几年 不知道学了干嘛 一直学到你当医生了 发现你以前在数码学的考试 考了很多东西 但现实生活中真的碰到病了 就不是说你拿了课本 再去一个诊断 有很多病情和数码上的 不是一个人都套住了 病情是很多都有变化 并且同一种病 不同的病人不同的年龄 合并病啊或 他会有不同的反应的 他有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症状 包括医护也不一样的 不像书本上写的一条 一条清楚 但是书本上可能也是一种方式 绕大概接住 每个病的 尤其医科书本上会把一些 关键的一些理论点能够提出来 这也许是大学教育的所谓的一个 值得骄傲的一部分 就是理论 打扎实这些知识理论 可以强劲笨一些东西 笨一些地理 如果仅仅如此的话 我干嘛还要花这么多钱 国内上大学 虽然没有美国大学这么贵 一般农村的家庭 上大学还是挺费气的 还要回家贷款什么 所以就花这么多年读这个书 然后学这些 所谓的这些理论点 那我再网上搜索搜索搜索一下 我自己看看 或者在书店花几十块钱 买几本书也可以了 我干嘛要花这么好几万块钱 去上一个大学呢 就搞不懂 也许就是那个学历吧 如果一月看不到你有那份学历 不会让你实习 这个扯的比较远 但我一直对那个 不仅国内了 因为全世界大学教育 好多专业 我感觉他那个教育是有点问题的 也说不好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编程的地方 他跟医学不一样 医学要一堆书内外科 护外科 哪怕我最后我工作是在内科 但我要把外科 护外科 儿科 妇产科 技术免疫 然后病理科 生理科 这些都要非常非常扎实的技术 是在想象中 想象人的心脑是什么样 想象那个心脑蹦血 他的动脑 动脑 得要蹦血 想象那个肺炮长什么样 因为你不可能拿出一个人的肺 然后亲眼看 他肺炮 他弄 他的那个运动状态 你只能通过想象力 因为那个时候是真的 就看一个树尾 然后就一张图 一张黑白图 然后自己想象 苹果想象 现在可能有技术 现在有好多网上 你可以搜索到一个真实的模拟 已经很好了 但我那个时候上大学 好像可能我不太上网的原因 因为那个时候 我对电脑是百次 我也没有在网上去查一些 学习一些医学的东西 其实只是在课本上学 所以非常非常失败 但是变速就不一样了 变速就你在电脑 敲减好代码 然后就会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你也不需要花钱 就买些材料就装一个东西了 唯一的金钱投入就是一台电脑 你只要有电脑 有网络就可以了 就可以敲减好代码 就可以看出任何东西 所以通过那个项目 然后来学习 学习数据是最快的 并且是最有趣的 并且是一种让你欲罢不能 不容易放弃的一种学习方式 如果单纯学习理论的话 很容易放弃 很容易就走入无聊 一开始可能感觉 有趣有趣有趣 看着看着就很无聊了 但是通过做项目 就不那么无聊了 一些家长教小朋友 喜欢钢琴 弹来弹来弹 就是那几首就是什么经典的曲子 可能小朋友又不喜欢这个曲子 他觉得好无聊 他也不觉得怎么好听 所以没足够大的道理 但比方说小朋友 他喜欢看哪个动画片 动画片有个钢琴配音 他特别喜欢听 你不是喜欢那个动画片吗 他那个音乐好听吗 可能他好听 你可以试着学一下 怎么学 那就要想弹起那个节奏 那就从最基本的学习 那小孩可能就会慢慢 至少假如我是那个小孩的话 我愿意接受那种教育方式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FRECAL CAM 它的界面 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你愿意的话 你就是donation 捐一点 多少都可以 我觉得做项目来学习 是最好的一种学习方式 而不是以为的一直在那学 一直在那学 学了几个月 都不知道学这些东西能干嘛 透过项目来学习 变成是真的真的 我实践的 也是我身边的 也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在我之前很早的一个视频中 我也提到 我说我自学三个月 就开始找工作 虽然最后我没有重视拿到一个off 但是至少有两家公司 我差不多拿到工作了 但是是因为 并不是因为我个人能力的原因 不要我是有其他综合原因 主要我能够参加那些工作的面试 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大学的学历上面 和竞争机一点边都不沾的一个人 又多有一个外国人 别又等要给我面试机会 最后进了一轮又轮了 主要就是因为我在我的简历上面写了 在FRECAL CAM上面做了一些项目 当时猎头打电话的时候 他特别问我 你做了哪些项目啊 是不是你花多长时间做的 他也特别感兴趣 你上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培训班 虽然这个培议员没有任何老师 就在想自己学而已 但是很多他那些公司啊 或很多猎头他们不懂 但他们就认为一个一个类似的教育 就是质量越来越高 包括他的影响力度也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他只会越来越好 为什么做这个项目很重要 对于我们这些大学学历上面 没有在任何优势 和什么数学啊 物理啊 和计算机啊 没有任何任何边的人来讲 尤其对那些纯文科的学生来讲 简历 然后上面就写你这些 那些历头啊 或者那些公司 不会看起简历 和我们的工作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说你在FRECAL CAM上 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education 写在education那里 FRECAL CAM在那个link上面 它是有那个商标的 education这一栏中都可以的 对于我们这类的人来讲 有工作项目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们靠着工作项目来撬开 这个新世界的把钥匙 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那强烈建议大家 放在你的简历上面 如果你有个人的网站更棒 你把这些链接啊 或者是你的代码的那个原 别的还不原 链接都放在你的个人网站上 对于你找工作的时候 特别特别有利 尤其是出游编程 并且有强烈愿望 甚至能够转行的 一定要找那些 有特别好的项目 不是说乱七八糟的项目 不是我开头讲的 有很多那所谓的教育视频 他已经事先准备好 不错的那些代码 他们就抄上去 其实你一点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找那些 他给你的提示 给你的影子 让你发散一些 告诉你这个项目 大概是什么样子 你应该做什么样子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你也在谷歌号搜索一下 或者是卫星 同时是free code cam的其他的学员 这不断不断的学习 一定要自律的学习 如果你是照抄别人 就是free code cam的项目 放在登记里面上面 很吓人的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诚实 不要抄别人的答应 очкиnice 别乱 不能做啊 别乱 好 老师